大家好,我是西瓜梁子,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如果你想学习西语,了解西瓜文化,记得订阅我 那今天呢,我将教大家如何用西语多样的称呼你的亲爱的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最最常用的叫法就是 ガニニョ,对吧? ガニニョ,或者呢,ガリ 大家也可以说 或者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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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最最常用的几种用法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教大家几种围绕某个中心词的一些变体 比方说,生命这个词 亲爱的,你可以叫我的生命,对吧? 你可以叫 也是我的命,对吧? 那第二个关键词呢,是 大家都知道是爱的意思 所以呢,亲爱的你可以叫 我的爱,对吧? 你可以叫 小爱,小爱心的这种感觉 非常可爱的意思,对吧? 你可以直接叫 第三个关键词呢,是 是 是心的意思,心脏的意思 你可以直接叫你的亲爱的叫 我的心脏,我的心,对吧? 你可以叫 还可以叫 第四种方法呢,就是一些比喻 比方说 是天空的意思,对吧? 你可以叫你亲爱的叫 天空 你可以叫 我的天空,更加进一步,对吧? 我的天空 你也可以叫 osito osito osito它是由 osso这个词变换过来的,osso它是熊的意思 osito就是小熊的意思,非常可爱的一个叫法,对吧? osito 你还可以叫 tesoro tesoro 宝藏的意思 你可以叫你亲爱的叫 tesoro 那男方叫女方呢,还可以叫 princesa princesa 那女方叫男方呢,还可以叫 principe 对吧?principe 都是可以的 那最后一种方法呢,就是根据你的这个爱人的一些 身材啊,或者体型的一些特点 如果说,对方是比较矮小的 身材比较矮小一点的,你可以叫 beque beque 它是由bequeño 小,这个词转名过来的,对吧? beque 你可以叫 chiki chiki 你还可以叫 chikiting chikiting 在这这里呢,完全没有贬义的意思哈 都是为了突出你的那种 canino 你的这种 亲爱的感觉 如果对方呢,有一些微胖的话 你可以说 gordo 或者呢 gordi gordi 那我之前呢,在马德里的那个住家呢 那个 妈妈呢,她就是叫 他们家里所有人都叫gordi 她的儿子她也叫gordi 然后她的老公她也叫gordi 反正都是亲爱的,对吧? 所以呢,她其实她们都不胖 但是呢,她就喜欢叫gordi 可能是因为小孩子小的时候呢,有一些胖吧 所以她就叫gordi 所以呢,她一直延续到现在 如果呢,对方的皮肤比较有黑一点的话 比较脉色的话 你可以叫 negli negli 如果对方的眼睛非常迷人的话 你可以叫 ojitos ojitos 它是由ojo转变过来的 ojitos 本期内容非常简单 就是叫大家一些简单的一些多样的方法去称呼你的亲爱的 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或者想法的话 都可以在下面给我留言 我是西国梁子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